哈喽大家我是熊猫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日常妆的碎碎脸 虽然说这种妆容我觉得大家已经看了很多很多 但是每次我有时间拍彩妆视频的时候 我通常那天都要出门 然后我出门不想花个大农妆下路人 所以说只能委屈大家好好的陪我重复看一样的内容 那我先会把头发呢先用这个魔法贴给贴开 这样子的话不会挡在我的眼睛前面 然后底妆的部分呢会用这个我非常喜欢用的来自 Apple他们家的WaterShiny Skin BB Cream 我超级喜欢这个BB霜 因为我觉得它质地非常非常水 而且持妆感很漂亮 把这个压一点在上面 最近都没有好好地聊身边发生一些事情 因为真的发生蛮多事情的 然后都累积在那边觉得挺好笑的 想要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不是跟大家在微博上分享说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像真黄壮严吗 就很有趣 大家都在背后捅刀子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之前我们店里面那个经理嘛 不是跟大家说过我有个副经理 然后年纪比较长一点 人比较狡猾一点 就喜欢跟大家你知道走得很近 然后挖每个人的底子 然后他工作大概两个月以后嘛 真性情就露出来了 而且他工作能力也不强 所以现在很多同事啊 包括我们的夜观师都在怀疑他的背景 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那么有能力 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很好笑 那天我们的经理有事情出去了 去另外一家店拿个什么东西 然后店里就我和他还有两个同事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新货进来 就把那些墨镜啊什么东西都整理好 以后要摆在那个柜子上面去买 然后在做一半的时候他就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哎呀进啊 你现在就是把这个东西放一放 然后把那个后面的纸箱给我压平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方便recycle 不会占那么大空间 然后我就说好等一下 等我手上东西做好以后 我再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很快就要完了 结果呢 他居然很不死心的再跟在我后面 就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比较希望你现在放下手头上的事情 然后先去处理那个纸箱 然后他自己现在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很闲 根本就没事情做 然后在虽然说他是副经理 但是在店里面 只要你有空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头衔 你看的事情就去做 你不要去叫别人去做 你要叫别人可以 那就等到人家有空以后再去做 他就在那边缠着我 他说他说 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所以说你现在马上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 去做那个我希望你做的事情 我说了一次以后 我直接懒得理他的话 我直接拿着我的那些货 我人就走了 就在把东西摆在那个墙上 然后他就在后面就很不开心 他说我管你的 你的那个要求不是说很合理 不是说什么东西很紧急 然后你知道我马上需要处理 而且我现在不是很闲 我在做事情 你干嘛要把我从我做一半的东西里面拉出来 听说他也跟其他同事 然后所有的眼光师都说一遍这件事情 结果大家都站在我这边 他说 他说靳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你不要去打罚他 因为他 他的那个顺序他自己很清楚 你干嘛不信任他 你干嘛不让他做自己的事情 反而要去指使他说 你现在一定要做什么 然后他在大家那边没有占到便宜吗 当然就很不开心 结果他就一个人跑到后面去 直接打到那个 那个我们郑经理的手机 然后说啊 他不听话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我叫他做的事情 他不听我的啊 他很喜欢打报告 结果呢 那个经理跟他通完话以后 直接就打电话 打到我们那个宴观部 我们那个 那个主要的那个宴观师嘛那边 然后宴观师就直接跟我们经理说 他说啊 是那个 副的经理 他出格了 他出了这个 最基本的底线 你对你员工的要求 应该是说 要很合理的 而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头衔 你可以随便去 去叫人做什么 去做什么 而且 经理没有做出什么 所以 我们的经理就跟我讲说 啊 你不用想太多 我希望你压下来 不要跟其他人讲 这样子的话 把事情通大 那我说OK好 那我们就不要就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那天晚上那个副经理回家的时候 就很不开心 大家跟他问好的时候 跟他say goodbye的时候 他就一副好像死于脸 然后就是很不开心 然后就不说话这样子 结果第二天我来上班的时候 我听说 人事部的人要来 处理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 我给你面子 把这件事情压下 你反而叫到人事部那边去 OK 你要怎样的话 我随时奋配 我今天要呢 是来自Etude House 他们家的 Drawing Eyebrow Pencil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旧的版本了 但是我之前蛮很多 所以说 拿出来用一下 所以第二天 他们就直接 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马上就开始开会 结果开会的时候 我不用参与 因为我根本没有做出什么 然后大家都站在我这边 所以说 那个会议变成围绕 那个附近里一个人的错误 然后大家跟他讲说 你可能要 收敛一下 不要 你知道 有的没的 在那边找麻烦 这样子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那个脸就是非常难看 很臭 因为他没有得到 他想要的那种支持 然后就想说 你如果说 真的像你所说那样子 有十几年的管理经验的话 不要说一个经历 就像一个比较有 interpersonal skill的一个人的话 你一般会知道 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就是说 大家现在很不开心 但是我基本上礼貌 我要做得到 人家跟你问好 你要说 打个招呼 这样 他完全不会这样 他如果不开心的话 他在那脸上 就是很臭很臭 然后人家跟他 说任何话 他都完全不理 而且不是 当然针对跟你有仇的人 是针对所有人 所以这个人 我觉得他在我们店里面 应该熬不了多久 后来实在受不了 就跑到这边 说他说 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们这样子很尴尬的 就是说 处于那种生气的状态 我希望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我说OK啊 可以啊 但是你知道 表面上做这样的话 心里还是有割的 然后从那天开始 他说我很抱歉 我以后 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说你了 你要怎么做 就是随你一遍 然后我说一遍 我就 我就不会再纠缠你 我说 嗯 好啊 谢谢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就很圆满的结束了 可是他还是 就是说 在这个店里的话 他还是有点 你知道 欠缺一些 最基本的人 人际关系的那种 处理的方式 所以跟我 就是发生的冲突 没有多久以后 马上又跟其他同事 发生冲突 然后他每次 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 他就发email 或者说发短信 给上面的人 说 哎呀 我心情很不好啊 能不能派个人下来啊 跟我开个会啊 跟我开解开解 结果人事不仁 就说 嗯 对不起 我没空 拜托 你每次 你每次不开心的事情 都要开会 每次开个会 都要两三个小时 你都不用做事情 谁那么多功夫陪你啊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而且你是新人 来这边的时候 三个月的那个试用期 都还没有到 就搞这么多事情出来 我觉得他这人 真的很不聪明 嗯 我刚才是在做 眼部打底了 刚才用的是 来自Alf他们家的 iPrime and Lime Sealer 之前有介绍过 这个产品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用来自 Nix他们家的 Love in Paris的眼影盘 叫 Parisian Chic 然后我要用 里面的这个颜色 然后就刷在 我的眼皮上就好 超过眼褶的位置 这个颜色 这比较肉色的 一个雾面的眼影 然后刷在 我们眼窝的位置 我最近很喜欢 画这个妆 让整个眼妆 看起来就跟 以前有点不一样 以前都画那种 很平扁的 比较适合我们亚洲 女生五官的那些眼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用这个 来自 Etude House他们家的 Shiny Eyes 他们的眼影高 然后用手指涂一些 我们刚才上过 那个淡色眼影的地方 我最近很爱做一件事情 就用这个来自 Nix他们家的 Roll on Shimmer 它的颜色叫做Nude 第15号 那么说完我工作上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很多时候 真的是像有些网友 那么说的 我有的时候 还蛮不在乎 这份工作的 因为每次 大家问我的时候 都说 你为什么 不去找一份 正式的工作 可是 我觉得每次 在上班的时候 我都有机会 认识到很多 很棒的客人 然后有些客人 还要跟我指点一下 我以后人生 可以往哪个方面发展 然后会跟我说一些 很多他们 比较好笑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说 这份工作真的是 让我接触到很多 我原本接触不到的东西 然后 除了业绩好 其实 更多是遇见好的人 让我每天都很开心 所以 只想来指导一下 最近我的状况 我还是 很幸福的 虽然说还是单身 现在我们可以 卷下我们的睫毛 天哪 这个妆容都简单到 让我觉得很惭愧 然后用任何的 睫毛膏都可以 整体呢 这个眼妆 差不多完成以后呢 我就要用这个来自 Skin3他们家的 叫什么 Salmon Dark Circle Concealer 它的颜色是1号 只沾取一些 点在 我们眼睛的下方就好 OK 马马虎完成遮瑕以后呢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定妆 那么今天我要用的是 我刚刚入手没多久 来自妆克上一家的 Stay Matte Not Flat Powder Foundation 所以还好 不会太白 也不会太黄 用这个刷子 沾取一些 点在T字布 还有刚才我们遮瑕过的地方 那今天腮红的部分呢 我要用的也是来自 Nicks他们家的 Powder Blush 颜色叫做Pinched 是PB25号 Pinched 我脸颊超级大的 很多亚洲的那种客人 都跟我说 他说 你现在啊 你要懂得珍惜 你这个蓬蓬的苹果肌 等你年纪大了 你就会散失那些胶原 然后你的脸颊 就越来越扁 越来越塌 然后那时候 你就会怀念 你现在碰碰的苹果肌 然后觉得 还是好好的珍惜一下吧 虽然说我经常抱怨 我的眼睛会 碰到我的脸颊 然后不能笑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年轻的时候 还是要珍惜自己 所有的一切 爱自己所有的一切 那唇彩的部分呢 我要用的是 来自Nicks他们家的 Matte Lipstick 它颜色叫做MLSO2 超级超级 Fuchsia的一个Magenta Color 我其实不想画那么深啦 我想把它点一下 我觉得这个唇彩在那视频上 看起来没有很明显 其实它是一个带冷色调的水红色 然后颜色应该是这样子 我要用的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我很想要示范的一款 来自Maybelline他们家的 Lip Elixir Lacquer 它的颜色是紫色 叫做Vision Violet 长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紫 OK 这就是上完紫色唇彩的样子 我觉得这次有点乱 因为底下我涂了个水红色的口红 然后把这紫色就是显得 有点怪怪的 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牙齿也看起来怪怪缓缓的 失败啦 结束之前我要在我的眼头做个体量 今天用的是来自Nyx他们家这一款 Glam Shadow Stick 它颜色是12号 Pink Ruby 擦在我们眼头就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妆容嘴唇地方有点奇怪了 其实大家 就是可以停留在刚才那个 Fuchsia Color水红色的嘴唇就OK了 不用像我这么化石天竹的 给我擦一笔紫色唇彩 下次会单独擦那个紫色唇彩 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本来想好好化一个日常妆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这个嘴唇出去会吓死人了 等一下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擦掉 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genre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 记得在下方给我留言 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大家 因为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告诉我 说很想知道我是否会拍个 比如说50 facts about myself 100 facts about myself 说50件或100件关于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建议 任何问题 记得直接打在这个视频下方 我会把它排列出来 然后拍个视频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